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度感恩节 欢度感恩节 对 那第二个话题呢 振奋人心的疫苗好消息 不断的有捷报传出 所以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疫苗 是 第三我们要讲说 在这个winter的期间 实际上还是很多人可能 在家也闷太久要出去玩 那出去玩的话 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聊一下 对 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什么样子的应变措施 对 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感恩节 对感恩节 感恩节听说就是Made in USA 是 所以这个感恩节美国人 为什么要欢度感恩节呢 感恩节他们是那时候要庆祝 那时候从英国 从欧洲来美国的 那时候的第一 第一个低潮的一个移民群 清教徒移民过来了 然后跟印第安的一些 他们这些彼此帮助的一些故事 是 所以好像是有印第安人 帮助了这一批新来的清教徒 在这个秋季冬季的时候 在农作物上面得到了大丰收 对 所以就开始庆祝这个感恩节 所以很多人在感恩节的时候 他们要吃很多 中国特别像说要吃火鸡 这是一定的 有些火鸡啊 像说 Pumpin Pie啊 或者是一些 Mashed potato 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实际上对美国人 对感恩节是非常非常重视 对 而且一定要全家欢聚 欢聚 我常常觉得美国的感恩节 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中秋节 是 有点像 是 那请问一下 那我等您以前在加拿大说过您的第二故乡 加拿大人也过感恩节吗 是 他们感恩节的时间是10月不是11月 而且他们没有像美国 美国那么疯狂 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我听说这个加拿大感恩节是在周一 所以你们就变成一个long weekend 每年的10月的第二个周一 对 对 那今年的感恩节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要跟观众特别讲一下 要怎么样注意安全 因为今年是在一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非常非常有效的 然后也非常有安全性的 能够欢度这个节日呢 对 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 其实感恩节过完之后 听说这个COVID-19确诊人数就上升了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访问了一些美国的朋友 他们说在感恩节的话 今年可能改变的措施 就是把晚餐的时间提早到午餐 然后在自家的后院 拉个长桌子 所有的食物都是用这个 一次性抛弃式的餐盘餐具 并且绝对no sharing 不要share food 对 所以不能分享食物 所以大家在感恩节这个时间 如果能够有这样好的措施的话 实际上还是可以跟好朋友跟家人 能够有个安全的一个聚会 是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尽量少在您的室内共聚 然后分享食物 因为这个还是没有办法保持空气流通 这个social distance在室内 是很难完全确切达到的 尤其在欢度佳节的时候 所以提醒大家要小心 是的 那我们要这样讲第二个好消息 对 疫苗 疫苗 疫苗出来了 疫苗出来了 上个礼拜 美国的其中一个大的药厂 叫做Pfizer 他讲说他们的疫苗出来 是90%的有效 那这个礼拜 Moderna 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药厂 他们说他们的 疫苗是95%的有效 所以这个是非常能够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对 我们知道其实 因为美国的疫情比较严重 当然很多欧洲国家现在疫情状况也很严重 所以美国也花费了非常多的经费 在购制这个疫苗 就是希望明年可以全民都有机会可以施打到疫苗 所以大家在等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还是要戴着口罩 那我们知道说当疫苗出来的时候 可能第一波的人应该是前线的一些医护人员 然后一些比较有high risk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说明年大概到summer左右 应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达到疫苗 是 所以我们就一起等待这个好消息 是的 那其实第三个话题 现在已经真的大家都闷在家都闷坏了 然后这个时候又是放假的时候 很多家庭都想要开车出门 然后去远方可能是山里面 比较少人的地方 比较安全的地方玩一玩 是 对 因为很多人他们讲说 有个东西叫做pandemic的fatigue 就是在疫情中间的一个疲劳 所以大家很想在这个时候出去玩 那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是 昨天我的同事就问我说 你们就是开车出去玩的时候 你都带一些什么东西在车上 我说说我都带乖乖啊 牛肉干啊 咖啡啊 那他就提醒我说 你这样子不够安全哦 对 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 因为现在已经几乎到 比较冷的一个季节 所以你的就是衣服要穿够暖 然后你的一些粮食要准备够多 我想乖乖可能不够吧 对 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是因为我们是长时间 我们的坐标在南加州嘛 在洛杉矶 就是常常都是风和日丽天气很好 对 所以一旦我们开到北加州 下雪或是地滑 或是往东边开的时候 可能就不适应那些气候 是 所以特别要注意 而且现在很多人 我觉得同事提醒我 很好的一个观念是 你现在还随时带手电筒吗 我比较少带 因为我都是比较习惯性 觉得手机后面的那个灯就够了 对 所以在开车出游的时候 你还是提醒你要戴着手电筒 手机有时候是没办法work的 对 有时候电池不够了 山里没收讯了 你求救也求救无门了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几个周末 有时候我出游 我常常都还是看到意外 所以意外还是会频频发生 大家在欢乐的时候 还是要预先准备好 你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出去玩的话 请注意这些东西 你们要准备齐全 这样出去玩之后 能够保持你的安全 可以有一个非常快的 非常快乐的一个度假的时间 是的 我们终于在倒数 我们即将的结束的2020年了 所以在齐聚欢聚 我们下周的 Thanksgiving感恩节之际 提醒大家不要再群聚 如果您要全家聚会用餐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食物也要注意您的安全 还有您如果要外出出游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开车驾驶 是的 谢谢大家收看本周的话题与您 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 在下一周会让您知道 所以也记得要点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都能够跟大家分享 在美国一些重要的 一些新闻跟消息 加油加油 2020年快要过完了 我们一起欢度这个 不太一样的2020年加油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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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